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在雅典呢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而且它是在雅典的最中心 那么当然我们这边说的雅典呢 是指古雅典 也就是雅典城邦时期 那么这是什么地方呢 那就是古市集 古市集呢 在希腊语里面叫阿库拉 那么阿库拉的地址呢 它其实跟我们现在的三意不太一样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理解为是一个市集 是一个市场 那么但是呢 在古代的时候呢 它的意思其实是 一群人聚集的地方 那么呢 我们甚至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是广场 那么有一部电影 很推荐给大家 那么就是 它的名字呢 就是叫阿库拉 城市广场 阿库拉呢 它的存在 其实对于古代雅典城邦来讲 它是属于一个非常中心的区域 它的作用呢 除了有政治功能 另外就是还有商业和居住的功能 那么这片土地上 其实在几千年里面已经 不断地建起各种各样的建筑 又不断地 推翻重建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建筑呢 都是来自于古典雅典时期 到罗马帝国时期 到败战亭帝国时期 那么在罗马帝国之后呢 那么当时的哈德良国王 他们也已经在雅典建起了罗马市集 那么现在我们称为叫古罗马市集 它在距离古市集不远的地方 那么古市集的位置呢 它是处于在卫城下面 在卫城下方的大概西北方向 如今在这里 已经没有特别多的建筑 主要的留存的建筑呢 一个是赫贝斯多斯的火神庙 一个呢就是Store of Atlas 一个柱廊的一个建筑 其他的地方呢 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片废墟 那么如果说当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 假如我们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 那么我们可能看到的都是一片废墟 我们无法想象在当时古代雅典城邦时期 这里有多么辉煌 所以呢如果来到古市集呢 尽量的能够提前做一些工作 我们能够对古代雅典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从古市集里面进来之后呢 正面面对的这条大路 就叫范雅典大道 因为从这条大道呢 可以直通到卫城 那么在古西大道的时候呢 雅典城邦举办范雅典艺术节 那么他们就会从这条大道 然后一路上到卫城和九城剧场 所以这条大道呢就被命名为范雅典大道 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赫菲斯托斯神殿 赫菲斯托斯神殿呢是建于公元前四世纪左右 那么它也是古世纪里面流层的最完整的建筑之一 赫菲斯托斯神殿呢它的外表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典型的希腊的多利克大理石度 同时呢也有三角梅 所以说它是最经典的古希腊的建筑样式 它是由公元前150年左右 当时的雅典国王叫Pegamo Athos二世 那么由他当时发起命令建造 所以呢就是以它的名字来命名 那么这个柱廊在公元267年的时候呢 完全毁毁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柱廊建筑呢 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重新建造 目前呢 主要是用于作为博物馆的功能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这个是一个叫Solos的这么一个建筑 这个在当时的古世纪来说 也就是处于一个核心区域 因为呢 这里居住着50名叫Pretanis Pretanis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行政人员 或者是执政人员 那么 同时呢 这里还有那个公民大会 或者我们称为元老院 那么这50名的行政人员呢 他们是由雅典公民选举出来 然后呢 他们在这里日常进行办公 并且呢 每天都会有一名行政人员 会被推举为成为首席的一个行政官 代表这个整个城邦进行处理各种任命 或者说各种决定 所以当时的雅典人来说呢 他们是一生中就只能够有一次机会可以成为这样的行政人员 那么除此之外呢 另外还有一个公民大会 那么公民大会呢 主要是由500人组成 那么这500人也同样是从雅典公民中选拘出来 他们就负责各种比如说立法 军事外交等等各种各样的事务 公民大会的任命时间呢 只有是一年的时间 在斯洛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系的地方呢 就在于它还是一个就餐区域 并且呢 这里的就餐是属于工废就餐 也就是说它是从公民的税工拨款 来让这些行政人员就餐的 那么每天晚上呢 这里还必须有不少于17名行政人员在这里过夜 从而呢 也能够对城邦发生的紧急情况进行成为 就像我们的孔子做心灵讲学一样 那么在古希腊的时候 这边的哲学家们 他们大多是在甘兰祖下面 给学生们讲课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趣事 据说呢 苏格拉底每天早上 从在家里跟他的汉妻大吵一架之后呢 然后他就出门了 那么出门之后呢 他就会来到这个古世纪 他沿途呢 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他就会拉住 随便是谁 他就会拉住那个人 然后跟他去进行哲学辩论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到 当时估计是没有人能说得过他的 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呢 在辩论的过程中 他逐渐就发展了他的哲学 最终呢 成就了一位大哲学家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发展了很多他的弟子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在古希腊和古中国呢 其实是有很多时候 是有相似的地方的 所以呢 在古世纪里面 我们可以想象到 当年苏格拉里在这里 到处拉人 然后一起去进行辩论 然后去谈论他的哲学 那么如果来雅典 千万不要错过古世纪 当然正如我前面所说 来古世纪一定要先做好 在历史方面的功课 要不然的话 来这里看到的可能都是一些 断地残垣 一些废墟 好 我是月行 这是我的视频节目 月行希腊 欢迎观看下一期 我让你 感谢观看